我的亲人,我的朋友,我想告诉你,人只活一次,所以别活得太累,好好的活着,别在乎太多,认真的活着,别奢求更多。 人只能活一次,所以千万别活得太累,在生命当中,有太多的事情,身不由己,有太多的无奈,心不得已,言不由衷,也许是迫不得已,心口不一,也许是情非得已。 看不透的伪装,正如猜不透的人心,弄不明的感情,正如读不懂的心灵,与其多心,不如少根筋,与其红的眼眶,不如笑着原谅。 人生一世,糊涂难得,难得糊涂,活得太清楚,才是最大的不明白。 人知足就会快乐,心简单就会幸福。 人的一生,难免都会有遗憾,总想如愿以偿,却有那么多的大失所望,总想全心投入,而得到的却是有所保留。 羡慕的不能拥有,牵挂的不能相守,想放弃却不甘放手,想忘记却习惯于回首。 我的朋友,其实没有遗憾的人生,就不叫人生,谁没流过泪,谁没受过伤。 风雨波折是成长,眼泪擦干后依然坚强,因为活着不仅是一种经历,一种感悟,更是懂得的一种意义。 很多东西,任你多么的努力,终归还是会失去。 很多的感情,任你如何的珍惜,却重复着相同的别离。 缘分聚散如云,人心冷暖难逆,感情动心张情,其实没有什么过不去,过不去的只有自己的心。 回忆再美,也只是曾经,再也回不去,结束了就结束了,该继续的还得继续。 人不能因为感情而失去自己,更不能为了失去而没了感情。 有些风景再美丽,不属于自己的,不必太刻意。 有些剧情再入圣,自己不是主角,不必太入戏。 缘分的失去是别离,也是选择的再继续。 感情的失去是放弃,也是放下的一种智慧。 有缘千里来相会,无缘对面不相逢。 感情无需奢望,真心就好。 缘分无需强求,痴心就好。 有人能懂,有心能医,有情能惜,这一生足矣。 有些伤痛,可以安慰别人,却安慰不了自己。 总有些纠结,不是跟事过不去,而是跟心过不去。 明明知道是自欺欺人,却不愿意剖析自己。 明明知道没有结果,却不愿意面对现实。 有些事,看得太轻,反而伤神。 有些人读得太懂,竟然伤心。 只要脚还在地上,就别把自己看得太轻。 只要你还活在这个世上,就别把自己看得太重。 因为活着,就是最大的幸福。 看似容易,其实不简单。 守着一生的平凡,却不甘平淡。 总想活得无可替代,却有那么多的有所期盼。 缘分变换,总是看不到真实的情感。 事态炎凉,总是读不懂人情的冷暖。 每个没心没肺的现在,其实都有掏心掏肺的曾经。 每个有声有色的爱过,其实就是有滋有味的痛过。 我的朋友,好好地活着,别在乎太多。 认真的活着,别奢求太多。 因为我们应该明白,人只能活一次, 所以千万别活得太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